快要开学了 不过华联家福中心住学金还有300万元缺口 这也表示还有300多位的弱势学子 他们的住学金没有着落 华联家福中心期盼可以号召更多民众 一起来投资孩子的教育和未来 也为弱势孩子当他们最有力的后登 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 有不少青年都陆续返校准备迎接新的学期 这对于在外地读书的学子 却是多了很多额外开销 除了学杂费之外 更是要租屋通勤等生活基本花费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 家福中心的住学金 却面临短缺问题 不少受资助的学生 都在讨论开学后是否要去打工 但又担心打工会影响到课业 还有个案因此而休学 如果打工的话就会变得很忙 然后可能学业就会下滑这样子 所以就是会有这个担心 大学到外地嘛 所以花费变多 然后可是如果去打工的话 你读书时间又更少 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累这样 炮练家福中心表示 每年寒暑假过后都会发放 奖助学金给受辅助的清寒学子 但现在已经快开学了 相关的募款却还是有三百万元的短缺 因为这奖助学金对我们的孩子来说 尤其是大学生 到外地念书的大学生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奖助学金的来源 因为他学费 我们大概大学生一个人都是补助两万块 那这笔费用其实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在最后这个孩子开学之际 在三月份要发放的时候 我们可以努力的把它抽到我们的目标 华联县境内共有九百多位清寒学生 向家福中心申请奖助学金 其中偏远地区的孩子就占了百分之七十八 七成五是高中大学生 这短缺的三百万将会影响到 三百多位弱势学子 家福中心期盼可以号召更多民众 一起投资孩子的教育和未来 做弱势孩子最有利的后盾 也给清寒学生一个反转人生的机会 记者徐丽晴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